云南狄庆藏族自治州可能许多人不见得熟悉 但说起它的州府香格里拉市 相信很多人就不陌生了吧 这里地处滇西北 毗邻四川和西藏 这里是横断山脉的腹地 有着许多秘境 但大多数都无法自驾前往 靠的只有自己的双腿徒步才能到达 经过一番攻略 我们打算进行几次徒步之旅 去深度感受一下香格里拉的美 首站我们选择了阿布吉措 但出事不利 在二一四国道的徒步入口处 发现这里已经封山开始建景区了 果然旅行还是要趁早 不过我们才点到了另一处入口 发现能够进入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发前往 嗨 早 现在是在香格里拉早上的7点50 时间有一点晚的 赶紧吃了早饭 我们去出发徒步 因为早饭是必不可少的 在路上就基本上没有吃的了 对 现在的温度是零下四度 不过感觉很好 没有 感觉很冷 我们早上必须要多吃一点 因为进去之后呢 里面都没有吃的 接下来的十个小时 至少十个小时 都没有办法买到吃的 我们自己会带一些自家绕进去 但是也不可能大很多 因为太重了 今天屠夫的任务会比较重 干完啦 现在是早上的8点07分 海拔3200下四度 我们现在在香格里拉 一大早出发了 怎么样 精神满满的 精神满满 我发现骑得早 感觉好像还精神一些 今天 是一个非常充满挑战的一天 港人博旗我们挑战过一天走30公里 那今天呢是20多公里 那属于纯未知的 而且还没有人带队 走港人博旗呢 是心里有底 跟着人群走就是的 反正不会落下 这一次就可能比较野 对 这一次最担心的就是路线怕走错 嗯 请不吝点赞 extending 我们从这个岔路口进来了 前面就跟昨天一样的 还有一些小小的烂路 他昨天说我们进去要登机 但是这么早他们都没开门 我们就不管他了 今天只有我们这样 空空的 昨天这里还轻了三辆车 今天就我们想突破 不会吧 很有可能 好了 准备收拾一下东西 我们马上出发 穿衣服了 好 自由活动时间到了 今天你有一天的自由 穿个衣服 搞装了就把衣服搞装了 怎么又上车了 我不想走 太冷了 走了 你看那边就是太阳了 你看那边就有太阳了 你还不在车上坐一天了 走了 走走走走 我不想走 我们现在准备出发了 现在是9点10分 海拔3500 对 你看那边太阳已经照过来了 稍微暖一点了 我们出发 没有 太冷了 希望我们回来的时候的状态 还能够像出发时候这么精神 我很好奇10个小时之后 或者12个小时之后 我们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今天我们走的这条路是有24公里左右 如果我们不走错路是24公里 好 看我们现在这里 就是从这个门进去 直接钻进去吗 车是开不了的 人可以过 好了 开始徒步了 好冷 走着走着就热了 其实 太冷了 兜兜 你看他 跑好快 精神的很 还没有高翻 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时间是9点12分 海拔3500 零下1度 天哪 看我们的车呢 就停在这个森林防火处的 这个小的停车场里面 现在只有我们一辆车 这里都是冰 都结冰了 好硬 好硬 还是没有完全动磁式 裂了 还是没有动磁式的那种 别撒上去 到时候脚全湿了 我们轻飞就了 刚进来的这一段路 路还挺平缓的 没有什么难度 现在走在阳光下面 太阳照在身上 暖暖的 舒服多了 我们的右边听到了叮铃当当的声音 那边是这边牧民养的牦牛 就是傻子 那边钮天不骗 等红彩 好硬 眼泪 这次东环县的三次徒步 我觉得每一次徒步争取捡一斤肉 好不好 好不好 好呀 可以了 好 我的妈呀 哇 这个山群群活着 快看这个冰的形状 好漂亮 像花一样 母冰花 是吧 有首歌叫 这边的冰 已经随着阳光的照射 开始融化了 水流也开始流起来了 豆豆你 看 豆豆你是想喝水了吗 你看 送你一朵鲁冰花 这个和冰花姓鲁是吧 你看好漂亮 你在阳光下面 这样晶晶的 平地行走了大概一公里多 我们开始进山了 接下来的徒步进入了真正的考验期 高海拔缺氧 还要登山 在路上一个人都没有 却遇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 好大一个骨头 这里面不会有野兽吧 哎呦 啊 那么这一路的风景如何 究竟值不值得冒这个险呢 关注开车黄浪 下期更精彩